大家好 现在是很多蝴蝶兰长花间的时候 因为前段时间这个温差比较大 比较容易刺激蝴蝶兰长花芽 但是到了这个12月份之后呢 这个温度又太低 如果大家把握不好的话呢 这个蝴蝶兰的花芽长得慢 甚至呢是容易僵掉或者是枯萎掉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的蝴蝶兰长花芽的话呢 必须要用心养护 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点就是 保证它生长环境的温度 如果说蝴蝶兰生长温度低15度的话 那么它的花芽会生长得比较缓慢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给它保温 那么保温的方法呢 有很多 多给它晒太阳 或者是呢晚上天气太冷 把它搬到室内 白天把它放到窗台 给它多晒晒太阳 这样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就是肥跟不上 虽然说天气冷生长缓慢 但是肥跟不上的话 也是会影响到花芽生长的 尤其是高领高甲的肥料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给蝴蝶兰 补肥的话呢 最好是用这种水溶肥 顶酸的金甲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水大概一个星期 给它浇灌一次 这样的话呢 才能保证它有充足的零元素 来助进它长花芽 不然的话呢 这个花芽肥不够 是很难长起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生长环境的湿度 因为这段时间 空气会比较干燥 所以要多给它在周边 噴一些水物 来维持这个空气湿度 但是不要给它形成小水珠 避免它这个水流到叶芯里面 容易出现冻汗 好了 这就是在12月份之后 如何让这个蝴蝶兰的花芽 快速生长的一些港湖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